鱼我所欲也 熊掌也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也我所欲也 义也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生而取欲者也 鱼是我喜欢吃的 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 如果两样不可以同时兼得 那只好放弃鱼而取熊掌 生命是我所爱好的 义礼也是我所爱好的 如果两样都不可以坚全 那只有舍弃生命而取义礼 事实难有两全其美 在得其一必失其二的情况下 要有所取舍 我所强调的并不是两者比较 而取其大的原则 而是誓成人取义重于生命的高尚情操 老师 这次我可明白了 那我们看下一个故事吧 人 人心也 义 人路也 人就是人的本心 义就是人的大路 如果抛弃大路而不行走 丢失了本心而不寻求 真是可怜哪 有些人的鸡犬走丢了 他也会去找寻 但丢失了本心 就不知道怎样去找回来 研究学问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不见了的心找回来就行了 我主张人性本善 认为仁义是人的正道 由仁义行 是非常自然而正确的人生道路 并不需要任何的鼓励和诱导 老师 这次我又明白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去照顾 培育若幼的铜树和紫树的生长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怎样去培育自己的身心 难道爱惜自己的身心 都比不上铜树紫树吗 当然 这只是不肯用心去研究吧 人对于外物能客观地认清真相 反而对于自己 就经常陷于主观而看不清事实 找不到方法 旁观者卿 自见则爱 就是不肯反省的结果 孟子说 只知道种树而不知道养身心 这就是缘故 老师 这次我又明白了 好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杯水车心 人道可以克胜不仁 如好像水可以克火一样 现在实行人道的人 都好像用一杯水 去救一车的柴 烧起的大火 火当然不会熄灭 水真的不可以救火吗 说这种话 就会助长那种不仁的气焰 要到最后烧至完全灭亡 才可以罢休 事物有质与量的问题 杯水车心不是水不能灭火 而是水的用量不够 人不可以战胜不仁 是小人小义 又或者是假人假义的缘故 老师 这一次我又明白了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故事吧 无为其所不为 无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已 不要做自己本性不愿意做的事 不要想本性不愿意想的私欲 做人的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 大将毁人必以规矩 学者也必以规矩 后依教人射箭 要用心把弓拉满 学射箭的人 也必须用心把弓拉满 工师教人手艺 要以规矩 做成方和圆的东西 所以学手艺的人 也必须依照规矩 做成方和圆的东西 无论是小艺或大道 都有一定的方法 无论教的人和学的人 也会以此为法则 不可以离开规矩遵生 老师 这一次我又明白了 那就受用终身了 独树破万全 下命一如梦山 花家雨的花时 昨儿来梦荡 只上去谈平 不及有茶余 三千年晴天 两半冲哪下 心雨似流水 喜马才有枪 纸张滴滴 自然的消硝 独树风幻圈 下不易入游戏